忍辱化解累世冤仇 在清朝时 苏州有位商人叫徐寿天 某天 他到观音庙去拜拜 却在回家途中 被一位挑粪人给撞着了 粪桶落地 当场泼洒了他一身的脏粪 徐寿天本想发火 让他赔偿衣服和鞋子 但又想到挑粪的人 一定家境贫穷 量他也不可能赔偿他 于是 徐寿天忍受住身上的臭气 直接转身离开 没想到 那个挑粪人 居然反过来诬陷 说是徐寿天将他的粪桶撞翻 对他又打又骂 徐寿天正脱后 急忙逃走 挑粪人在后面追了一里多地 连围观的人都为徐寿天鸣不平 徐寿天狼狈地回到家里 妻子儿女也埋怨他 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他自己也是闷闷不乐 被折磨了一整天之后 徐寿天当晚 很早就入睡了 到了半夜 他梦见那挑粪人 阴冷冷地站在他家门外 急促地扣门 徐寿天开门后 愤怒说道 你白天撞了我 弄了我一身份 我都没要你赔 你现在居然胆敢跑到我家门口来 话还没说完 挑粪人就开口说 你和我多世以来一直反复纠缠着冤仇 这辈子在相遇 便分外憎恨 而这是本当轮到我命丧于你手 因你白天对我的忍辱避让 让我们仇恨的因缘 因而改变 今天傍晚时 我的寿命已尽 但殷家中非常贫困 无关恋葬 妻儿忧恼至极 您若能帮我 来时我一定会结成报答您的恩德 挑粪人说完 痛哭了起来 原来 挑粪人在白天追打徐寿天之后 回到家就突然猝死了 徐寿天知道 他不是人 虽然很害怕 但仍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挑粪人把姓名和住的地方 告诉了他后 就跪地痛哭 之后才慢慢消失不见 第二天 他按挑粪人说的地址 前去寻访 果然如昨夜挑粪人说的 于是便后练了他 并且给了他的妻儿十两银子 让他们能做点小买卖 以赡养母亲 徐寿天后来 将此事告诉身边的人 并说 当时 我如果因受到羞辱与打骂 忍不了一时之气 和他争吵并动手 在圣怒下打那个挑粪人 事情就麻烦了 他本命并还我前世之仇 会在那时死去 我若一还手 就变成我打死他了 他若死在我手上 我肯定被曝光偿命 说不定已经在刑场 背上绞刑了 而且 我们之间的冤仇 更会越结越深 我们今生遇见的事 都不是偶然 也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 若是遇到恨你之事 很可能在某一世 你也曾这样伤害过对方 所以 当遇到无理取闹之人 如能够多一些忍辱避让 才可能如徐寿天那样化解 躲避过更大的灾祸 否则渊渊相报 何时才能了结啊